将军 今天我们运气好 我抓到一只野兔 翻过前面那座雪山 就到中庄了 我们就离开远黄了 对厅来说 无论是中庄还是云荒 只要能跟随将军就可以 但对将军来说 只要有酒喝 有前度就可以了 没酒了 还有这么多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没酒了吗 还有一会儿才能到桃源郡呢 将军要是喝光了 马上可就要馋了 但是将军 你就不能一天不喝吗 不要叫我将军了 我早就不是了 我去把兔子洗洗 马上我们就有东西吃了 停 每年我都让你走 你都不走 这一晃百年啊 很久没见你姐姐了吧 是 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姐姐的消息了 跟着我太辛苦了 你还是走吧 你是自由的 去找你的家人 跟姐姐团聚吧 将军 这一百年来 我已经说过一百多遍了 我不在 你喝醉酒躺马道上 谁拖你回来 我不在 你天天吃剩鱼肯剩菜吗 我不在 你又输光了 谁把你赎回来 把我赎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已经不是百年前的喜见了 在我眼里 将军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有变 空丧都变成苍流了 我怎么可能没变 将军 如果我们走快一点 再有半日就能到桃园郡了 那里有一家如意赌方 里面老把娘酿得一手好酒 好 冰块哥哥是个好人吧 告诉我躲到城外来 安全是挺安全的 可是我好饿 我又困又饿 又饿又困 又饿又困 不是吧 这姑娘又怎么了 大司命 快开水晶 好 来 天哪 你受伤了 怎么办 你醒醒 你醒醒呀 怎么办 这周围只有芦苇 也没有药草呀 这不必要 怎么办 我 你醒了 你干什么 你受伤了 我来帮你的 有肚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纳生 我是从中州来的 纳生 请你帮我一个忙 请你帮我把这个项链 交给桃圆圈 如意赌方的如意 告诉他 我没有完成任务 战死 不是 你还没死呢 你别急 我从中州带了点药草 应该还有酒 药材忙活了 一会儿肯定有追病 我不想连累你 不是 你等一下 对 还有雪英子 这么珍贵的雪英子 一定可以救你命的 走 要去哪儿 救你的命 好 殿下 为何纳生在危机时刻 没有用皇天戒指一做保护 我也不知道啊 明明皇天已经认主了 我去桃圆郡接回纳生 在没有找到师兄之前 由我来保护他 阿英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让洪元和南下陪着你去 殿下 我常年在外游历 会躲避日光 况且 这天就要黑了 可是昨日 你刚被日光灼烧 还没有恢复 怎么 我说的话 你都不听了吗 殿下 你是怕 此去 我可能会遇见苏魔吧 你真要拆穿我 我 我 我可是很没面子的 但是我现在心中所想 是让空桑的子民 重见天人 我不会再同苏魔 有任何的牵扯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但是 此行你可千万要小心 嗯 你 长得真好看 要不是看你好看 我才不浪费雪英子呢 嗯 嗯